这节视频讲到的是我们的35xx的一个基础的验机教程 和我们的赠品所包含的一些其他相关信息 首先来看一下赠品 赠品呢我们是给到一个定制的一个拉链包 定制的一款拉链包 然后拉链包里面我们会再赠送一条mini HDMI 转HDMI的一个接口 就是mini HDMI这头是插在我们的机器上面 一个专门的一个mini HDMI的一个接口 然后这头是插在电视上 而是4K高清的 把这个先放过来 待会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线 我们来进行使用 然后呢我们来进行拆拆主机 主机的话我们外面还是会有一个气泡带 然后打开以后呢 这个里面也是没有卡片的 因为这个35xx的系统 虽然是双系统 但是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来先也是一个泡沫带 打开以后呢 来开机也是这样 先按这个键这个电源键显示 然后长按2到3秒 首先你会看到这个上面 它会有一个电源显示一个绿色的灯亮起的话 就代表你已经开机成功了 这样它就会进入一个开机程序 35xx我们是集成了两套系统 一个是Linux的stock系统 另外一个是Galic 像这个系统呢 现在我们进入的系统是Linux系统 这个系统呢 是我们一直在用的 用的比较好的 所以说它的各个地方的磨合 还有它系统的运行流畅度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就建议我们的客户来进行使用这个Linux的stocking系统来进行操作这个机器 这样的话其实就很简单 然后我们这个也是分两个版本 一个是64G的 一个另外一个是64G加128G的这个版本 怎么讲呢 这个是64G的一个系统卡带游戏卡 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这张卡 没有这张卡的话就是相当于是这个64G的一个版本 有这张卡的话就是64G加128G 这两个卡都会在 它在上面显示出来的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External TF Card 这个就相当于是128G的卡 这个是内置的64G的卡 它这里面也会有游戏 反正你就记住 然后不带这个卡的就是单独一张卡 就是64G的版本 带上这张卡的是64加128G 它是两个不同的SKU 它的游戏数量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主要验机的内容是打开这个games 然后进行看一下点到ps1 如果说它有游戏存在的话就不用去测了 就知道有游戏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这样 就看一下它有游戏就可以了 然后b是退出 然后看一下电量 看一下电量 电量的话在哪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显示 电量在这个地方 电量在这个设置 setting 这个battery 这个是什么显示的 看这个capacity 它的电量是42%的电量 这个电量是不够的 我们最好是充一下电 充到60% 然后再去关机来进行打爆发火 好吧 然后简单跟你说一下 这个它系统怎么去切换这个系统 不知道你能不能用得到 但是跟你说一下吧 然后打开这个以后呢 打开这个设置 首先打开这个设置 然后进入到switchOS 切换系统 点A 然后yes 这样它就自动关机了 那你需要再重新去开机 然后两到三秒长按 然后它才会切换到 你的Galaxy的系统里面去 Galaxy OS 这个机器你别看小 然后它里面是一个 双系统的一个配置 这个切换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First Bolt 可能首次初始化的话 可能稍微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这样我们就切换回来了 就switch 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的系统就是Galaxy 就是大算系统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你进入完以后呢 直接选B 按B退出到这个游戏设置里面 就进入到了它的这个游戏的界面 各种各样的游戏 各种模拟器对应的GVC Nintendo NGP 都有PS1 这个PS1里面都会有游戏 然后呢 你如果想要去切换到 切换回去那个Linux的stocking系统的话 你要进入到这个console 然后呢 你要找到一个叫做APP的一个栏目 APPs进入以后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switch to stockOS 点一下确定 然后它还是会确定完以后 它就进入关机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还要再去重新开四季 然后它才会进入到你的Linux的一个 一个stocking系统 Linux的stock系统 还是比这个Galaxy的系统要运行的更加 更加的 怎么说呢 更加的流畅 这样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Linux系统 所以说 它的系统切换 简单掌握一下就可以 验机的时候 不需要去验这一块 验机的话 主要是刚刚跟你说的 就是确定它的版本 确定它是64G的 还是64G加128G的 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卡 这个地方插的卡 一般我们都是会128G的游戏卡 这个是64G的 这个64G的系统卡 很特别 这个是系统卡和游戏卡放在一块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做分离的 好吧 这个主要是验 这个里面有游戏存在 点进去有游戏就可以了 不用具体去游戏试玩 主要是有游戏 然后电量 保证在60%以上 这个验机的过程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怎么关机呢 点一下这个 然后Shut down 然后yes 这样就是从系统内部来进行关机 好吧 然后看一下屏幕有没有粉尘 然后有没有明显的划痕指纹 然后擦拭一下以后 放上这个小泡沫 泡沫盖 然后放到这个里面去 然后再把它放进这个卡槽里面 当然这个里面的赠品 我再跟你说一下 这个也是一样的 有一个RG35XX的一个User menu 中英文的 然后的话 还会我们赠送到一个也是一样的 一个特定尺寸的一个钢化膜 加一个贴膜工具 然后它的这个USB的这个线 也是会放在这个里面去的 这我就不拿出来展示了 然后放进去以后 让我们来进行加杆 加杆 然后的话 你去有泡沫袋的话 就打一下泡沫 没有的话 我们这个就包好了 然后把这个线呢 你可以放到这个包里面去 然后的话 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包装盒 这个包装盒也是我们特殊定制的包装盒 当然你收到那个包装盒 肯定是已经显得很旧了 因为它运输过程当中 各样的一些损耗磨损都会有了 你看一下吧 如果能用还可以接着用 如果不能用的话 到时候你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类似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纸壳 你买一些多少钱 到时候我们来进行支付 好吧 然后把这个先放进去 然后再把这个再放上 再放上去以后 然后直接盖一下 然后来进行 这个飞机壳打过 然后这样外面再打一层实质的一个透明胶带 把那个面单贴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三五叉叉的 谢谢大家